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不能自理 不是独立男性的 再说了 全职太太怎么了 想要经营好一个家庭 那每天工作量比上班可大多了 你看啊 咱们家大到家庭自材的分配 孩子的教育 亲友间的来往 小到规划每一笔家用支出 日常采购 准备营养均衡的三餐 都要由你来操心 这些已经占据了你很多精力和时间 每一项工作量可都不小 所以谢太太 今天的工作也辛苦啦 瞧 你肚子还疼吗 我回来陪你吧 你没人眼中 想不想永远 我们在同一个午夜 想着属于我 没人来的血远 突然很想他 就发了条消息 但是怕打扰他工作 就撤回他 没想到他鸟回了我 怎么了 没事 我发错了 没有嘴硬啊 我也想你了 没个没有 上 上上上 你看我位置 对对对 你去哪儿 没事 你玩吧 我去客厅坐一会儿 你是不是无聊啊 我陪你吧 没事 不用了 你要干净的话 你就会骂你的 喂 明哥 先不玩了 我在陪我女朋友 她不说每一事吗 女孩子说反话嘛 她是在用另一种方式 表达她的需要 你得懂得她的口是心非 瞧 我和同事去打会儿抬球 提前跟你说一下 两个小时之后找你啊 拜托 是女朋友还是老板啊 还提前说 姐说了解释一下不就行了吗 我去 你还解释 我压根都不解释的好吗 莫名其妙把对方晾在那几个小时 你们觉得没问题吗 反正又跑不了 那么认真干什么 对呀 白天就说工作忙 晚上就说不小心睡着了 我觉得吧 爱情是相互的 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 而且 我不愿意让她等 好哦 提前说一下 她就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情了 我和她 тоящ是一时运的 小乔 哎 这次度假 你哥去吗 就是他想去的呀 那我也去 哦 我拿你当闺蜜 你居然想当我嫂子 就是 那 她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嗯 性感 这个性感吗 哇 你也太拼了吧 但是我不太敢单穿 我手背上寒毛特别脱 这个好办 正好 我刚买到小激光领盒到了 自己脱毛啊 放心吧 贝利普是大品牌 有医疗背景的 所以很可靠啦 而且啊 这个卖得特别火 我很多美国的朋友都在用 不仅是脱毛 还有美肤的效果 你看 像这样先把表面的毛剃掉 然后选择一个适合你肤色的单位 这样 等这个就续灯一亮 就按下这个闪光的按钮 在移到下一个地方 真的没有了 好干净啊 还不疼 对吧 最重要的是不用老去剃 像我之前买的那些 差不多隔段时间就得重新弄一次 超级麻烦 但是这个光能量特别强 你用了三次之后 基本上就能维持很长时间了 那这个光为什么一直闪啊 这个是另一种模式 大面积通胞的时候用 一直按着这个就行 他们两个是一对 忙我为他打扮了这么久 结果对他来说 我不过是他妹妹的朋友吧 小心着凉 有女朋友了 还对别的女生嘘还闷暖 哥哥 你好像被绿了 不是说慢热吗 居然还在一起了 这次度假我有两个朋友要去 你也可以担任你朋友 那我问问小乔吧 慢热有什么好怕的 机会我已经创作好了 能不能拿下他 就全靠你自己了 他怎么出来了 走吧 给他穿我外套 会不会不太好 算了 别感冒最重要 这么冷的天 你怎么穿这么少 你妹说你喜欢性感的 这死丫头 来个妈 您真不用给我介绍 你就说你喜欢什么样子吧 性感的 做梦不定 小乔你快看 一千万播放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记录生活的舞蹈 能收获这么多人的关注 但是 我发现 一个女人每天费这么大就大的 哪有时间做梦 你怎么穿这么多 男朋友也不知道 评论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哦 我 我可能是刚才做饭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的 我去重做吧 明知道那些评论 别人可能就是随手一发 都是日用品啊 你上次说的口红没有买吗 哦 我口红还够用呢 就不买了 别浪费钱了 但 就是叫人忍不住在意 这个世界上 女孩子可以可爱 可以清纯 但是不能性感 这是什么 没什么 一些旧衣服 没过两天 她神神秘秘的推我进屋 是不是又没有衣服穿了 啊 呢 你之前说喜欢的 款式很经典 版型也很好 我就买下来了 这 没了花钱 天猫三八截 跨店没满二百就能减二十 点左下角就可以了 你不用有压力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的 那些评论嘛 傻瓜 做自己最重要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就爱你本来的样子 可是 好了 快去试试看 这位美女 我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吗 我会盯着我的女孩 防备陌生人 提高警惕 但是不会限制她 最美丽的向往 因为 这是她本就应有的权利 你比约散美丽 她有喜欢的人了 你怎么了 我好像脱单了 真的假的 大新闻啊 我看看 谁还没有 我看看 你好像也要脱单了 明天降温 适合加件外套 明天降温 你多加件外套 我最近皮肤好干啊 近期毫无分享 一脸磨掉酸水乳 用起来滋润不黏腻 对万年大肝皮太油耗了 一整天下来脸都很舒服 男生也这么精致呢 是男特建的护肤品啊 你不懂 这个水乳除了基础保湿 还能调节皮肤状态 皮肤暴皮啊 长痘用它都很舒服 而且这个用料成算非常安心 我这种敏感肌 就得选这种水乳 诶 我皮筋呢 你比约散美丽 嗨 阿脸邻居小哥好久了 但是一直也没什么交集 所以我决定 找他代收快递 你的快递 谢谢 易洋千玺老婆 你这收件名还挺有意思的 天哪 这也太尴尬了吧 刚好过来那天出差 可以麻烦你帮我也收个快递吗 好 这家彻底成普通银具了 那个快递是吗 他让我帮他收一下 想绿于易洋千玺的男人是吧 是易洋千玺的粉丝吗 易洋千玺老婆 会不会有点唐突啊 我露点麻将唇 这普通银具得当到什么了 男朋友回老家已经三天了 我特别想他 在干嘛呢 就那几个找我打球的 果然 异地是最难受的 就是无法参与对方的生活 没想到他直接打个视频过来 是不是想我呢 我跟他们几个打球呢 大嫂 大嫂 那你看我打吧 这该死的安全感 春节在家 男朋友一直给我寄零食 哎妈 你怎么不敲门啊 谁啊 没想到还是被我妈发现了 我说你怎么不乐于相亲呢 妈一家的儿子条件多好啊 我男朋友也挺好的 我一看着就是欺骗小姑娘的把戏 你以为她是最理好 吃点汁又长 咒咽又长烫 吃糖女孩最终于变老 我只好让男朋友别再忌了 没想到从那以后 快递来的东西就变成了 及时燕窝 钙片 进口牛奶 加维生素满糖 妈 他有话想说 阿姨 我肯定比王一家儿子强 只要忘了 这只能够的 没想到只不出一样 他就是你最正确的权料 爱你再一起第三年 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 你终于忍不住问他 你还喜欢我们 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喜欢了 但是我已经习惯你了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哪有那么多借口 那你呢 要不 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第二天早上 我习惯性地把手伸到床头柜 发现并没有倒好的水 去月上间刷牙 也并没有被挤好的牙膏 坏掉的灯泡 以前也都是他来坏 分手后我才明白了 我好像也已经习惯了 他带给我的习惯 我忍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 设置了紧他可见 我到底在期待着什么 这些习惯 只有我一个人戒不掉了 你 都摸坏了吗 我看看 这个是 这是送你的 三周年快乐 我用十七把咱们的照片 做成了一本书 你看 这个是咱们在一起读过的 第一个夏天 还有这个 是在一起读过的第一个圣诞节 都是热恋期 一天不知道要说多少个人喜欢 分开的日子里 我明白了很多 所以你之前的问题 我要再回答一次 我依然喜欢你 不再是是个挂在嘴边的喜欢 而是成为习惯的喜欢 有时 当你一份爱不太热烈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久 我每次给你出门还化妆洗头 是不是得给点辛苦费 给 给多少 十块 不能再多了 你变了 你不爱我了 诶 那你把工资卡还我 我多给你发点 不给 我每天就二十块钱零花钱 你还要我怎样 那 那你不还留了十块钱呢吗 那十块钱不是给你买奶茶了吗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这一刻我觉得 自己可能是走了狗屎运 我是被穷小长大的女生 每次买稍微贵一点的东西 心里都充满了罪恶感 但是男朋友不一样 记得刚在一起的时候 她给我买过一回一百块钱的草莓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 原来真的有人能够给我买 我觉得很好 但是又舍不得的东西 不好意思 父亲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家肯德基 委屈你了 没事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我从来没有吃过肯德基 是个鸡翅吧 我减肥呢 只是水煮菜 不好意思 这个我来买奶吧 庆祝一下 偶尔这些瞬间 才会让我觉得 我们好像短暂的相配了一下 小乔啊 过年带好姐回家吗 哎妈 她怎么可能住得惯啊 有个安逸视频的 哎 那你过年带我回家吗 你不回家吗 其实他们早就有新的家庭了 我是多余的 原来她有自己的秘密 我忍不住问她 那你为什么喜欢我啊 啊 这个给你 这什么 我熬的粥啊 不是胃不舒服吗 喜欢上你 是因为第一次有女孩 亲手为我做饭 我觉得 我觉得我好像走了狗屎孕一样 原来 我的触手可期 也是你的要不可期 所有人都觉得 我有一个完美的女朋友 除了我自己 她独立 懂事 我来吧 没事我来就行 从来不会主动向我求助 还是我来吧 也从来不要求我为她花钱 你喜欢啊 没有啊 哎呀快走 但我真的想不通 自己在她的生活里到底有什么意义 直到那天 她妈妈和弟弟来家里吃饭 我们家小乔从小就省些 也从来不跟我们要求什么 特别怪 买我家 我牛肉 哎呀 你真是 就你事 我突然意识到 原来她不是不主动 不要求 而是怕自己得不到 又被嫌烦 是生活一步步让她 学会了懂事和退让 乔我去送一下阿姨 很快就回来 乔 情人节快乐 这不是 完美日记 小戏跟情人节礼盒 我知道你喜欢 快试试吧 真好看 其实只是一个节日而已 你不用 你知道我送你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吗 啊 这三只口红的色号分别是214 代表着 我想和你 两个人一起 度过接下来的每个四季 以后想吃牛肉就说 有喜欢的口红也要告诉我 所有你依然就喜欢的东西 我都想给你 因为在我这里 你配得上一切美好 不过这就是爱情我都 为了一个人远嫁他乡 你真的会幸福吗 你怎么又一个人吃外卖啊 他有点事回他妈妈家了 就搁几栋楼 他回家倒是方便了 刚结婚就碰上了这种特殊的春节 我才意识到 原来远嫁真的不是一张机票那么简单 家人群友 大家惯例约着去汤山温泉 特别热闹 昊杰 我们明天去泡温泉吧 特殊时期 就别往人多的地方跑啊 我先就忘了 说好了明天晚上去我妈家睡的 可是 别可是了 快睡吧 他不知道的是 他们有多热闹 我就有多孤独 瞧 你闭上眼 我带你去个地 这 这个是特别为你装的 三亿鸟智慧浴室 你不是说想洗温泉吗 试试这个三亿鸟 三级中央浸卵水净化系统 温柔呵护皮肤 在家就能轻松拥有温泉体验 而且你说 小悠小悠 我要洗澡 好的 以为您调到60度 就在加热 小悠小悠 马上洗澡 好的 愈甜愈暖 之后预霸系统就只能开启了 这简直就和你对我一样贴心 要是无聊的话呀 可以让小悠给你点个歌什么的 真的好舒服啊 是吧 而且还特别方便 小悠小悠 我洗完澡了 好的 你看 自动就出湿了 这下 你们可以懒得离职气壮啊 臭小子 就你嘴瓶 喂 妈 哎 妈 亲家 知道你想家了 多和妈妈聊聊天吧 有了三亿鸟智慧家庭 以后我们不管在哪儿过年 都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其实 说不过的幸福幸福不是取决于离家的距离 而是取决于两颗心的距离 有你陪伴在哪儿都是过年 浩杰 我们能不能早点结婚啊 我保证以后我一定会洗衣做饭 我一定会是个好老婆的 我对像是重男轻女家庭下长大的孩 你你的钱什么时候打过来啊 你弟眼看就要结婚了 就等着你的残礼钱给他买房呢 妈 你听我说的 你跟浩杰早点结 他那笔残礼钱不就早点拿到手了吗 妈 我连家庭都没有 我哪什么管他要财 反正都是让嫁给他 早几个月也是嫁 我不同意这么早结婚 我们家就你弟这么一个儿子 耽误了他结婚 就没你这个女儿 从董事起来就知道 就好听人说 因为弟弟他在你结婚在这个世上 上学前他只有一个名字 叫昭帝 所以也是最多余的一个 我唯一的孩子终于要结婚了 妈妈 我也要结婚了 祝我和弟弟都能幸福 祝弟弟幸福 你坐着干什么呢 那个 我刚刚 去把房间收拾一下 好 有我在 你一定会幸福的 放心 这一张是给你的彩礼 另一张是我给你准备的价格 我无需要自由 只想被这单狗 一步不上轻随 我没有办法穿越时空 去改变你的过去 给的永远 男朋友是大家公认的这样脾气 那天跟他去游乐园玩 因为哪个出口更近 争执了起来 你这地图太死板了 我这迟迟更新的 你怎么死板了 行了行了 我们争执不下时 他跑过去问路人 对不起 我错了 C口径 我都说了你还不相信 我就说是C口径吧 是是是 我的宝贝最聪明了 走吧 哎 哥们 都说是B出口了 你走错了 啊 你 我妈说了 女朋友说的一定是对的 所以我不相信别人 其实爱一个人是不会跟他讲道理的 因为喜欢只是启动对手 而爱是甘拜下方的 怎样知道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通常看四点 第一 看对待感情的忠诚度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没想到和现男友在一起的第二天 小 你看 这是我兄弟 这是我说的同学 一个个向我亲上 小人可有意思了 尝尝不展满的结婚 第二 看吵架时的态度 你能别一生气就不说话吗 你能别无理取闹吗 你可以先告诉我你的想法吗 他总会耐心地听我表达完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们一起解决问题 第三 看是否把你规刷在废来里 买了什么 新电脑 打游戏特别爽 不是说要存前结婚吗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买这么多东西啊 这不快过年了吧 我想着给你买点礼物 是不是太多了 我们 放心吧 老婆本来在呢 这些都是在天猫年货节买的 点击评论区 还能满三百减三十呢 没花多少钱 第四 看和家人的相产模式 你们先聊 我出去一下 怎么把我单独留下了呢 来 我给你们拍张合照了 好啊 来 三二一 浩雀帅不帅 我认真的 帅 感谢二位的夸赞 这么帅气的我 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的 我把你们都录下来了 虽然和以往的恋人 也有很多快乐的回忆 但我此刻十分确定 他才是可以陪伴着 怎么一生的人 那天跟着男朋友学做饭 乔儿 你把这次买的菠菜全洗了呀 这可是两天的量 我每次都洗这么多 呀 怎么样 烫着没 没有没有 差一点 都跟你说了先关火 我刚差点被烫到了 你还跟我讲道理 那这次是差点 那下次怎么办呀 不用你管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我要是再管你 我是你孙子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您拨打的用途 她一直是担心我而已 sorry 奶奶 大孙子来看你了 怎么还哭了 饿了吧 来 我仔细想了一下 烧焦绝对不是你的问题 是锅的问题 这是我刚从宜家买的炒锅 不容易烧焦 也不容易粘锅 吸起来也方便 先试一下 哦 还有 当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记得把这个烤箱手套戴上 这样就不会被烫到了 你看 下次再这样做多了 可以装在这个保温饰片盒里 不安的深夜 能有个归宿的夜 你看 像不像 谢谢你 愿意包容我的小脾气 能用双手去抛弃